回應不同人的意見 包括社工註冊局主席吳睿平也有回覆傳媒 提到註冊局的組成是否能夠專業自主 強調由選舉產生的社工成員 能夠反映業界對於專業的取向 新方案之下,社工雖然佔較高的比例 但不少都是政府委任 他們也說暫時看不到新的組成比現在好 擔心日後決定都是傾向某部分的意見 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現在的組成是明顯有問題的 第一,大家看到批的續期個案 有些是明顯犯了嚴重罪行的 平眼網說了有些是犯瘡、犯毒 照樣給他做社工 這個我們覺得是擔憂 究竟他的判斷 這當然是社工註冊局的判斷 但這個判斷大家覺得是否合適 另外,大家都看到社工是一個專業 和其他專業 例如會計師、醫療專業 或者是法律專業 人家全部都有持續進修的安排 但社工註冊局 這一任的社工註冊局 不單止不搞持續進修 連一個自願的持續進修平台 都自己取消了 這個對於整個社工專業發展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我們引入更多多元化 包括有教授、有社工界的領袖 大家廣受尊重的人物 我們希望除了處理國安處 更加符合公眾期望以外 就是在社工的專業發展方面 真的要加把勁 因為社工是不斷在變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社工專業 可以朝著專業化的方向去走 我們下一個月是四次的 另外一段時間 讓大家看 我們下一個月 是個月